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房车快讯 我是主持人孙梦 我们来看第一条新闻 1月15号 工信部公示了第37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本次公告共涉及全新旅居车型52款 其中包括51款自行式房车和1款拖挂房车 在自行式房车中 C型房车38款 B型房车12款 A型房车1款 在本期公告中 有两款长安混动皮卡已获得公示 底盘均是来自长安猎手皮卡 搭载长安兰京动力2.0T增程器加双电机的动力组合 工况下的混动综合续航可达1031公里 增程器在低电量状态下 支持低至8%以下的极限补电 一升油可以发三度电 双电机峰值功率200千瓦 峰值扭矩470牛米 轮端扭矩5000牛米 查安猎手还搭载了户外放电功能 拥有双220伏插头和最大227度电的储备电量 可供2000瓦的电器使用超100小时 用在改装房车上 用电将不再受限 1月16号月圣房车全国第一家直营店在广州隆重开业 月圣房车华南直营中心位于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区昆宏电子锦煞一龙路 月圣房车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着成交只是开始 服务永无止境的宗旨 为广大车友创新定制各类房车 华南直营中心的成立为车友会带来更多福利和便利 我们来看最后一条新闻 近日懒重房车来到黑河市长城汽车冬季试验场 全新车型山海炮房车在极寒条件下 通过了冰雪圆环 雪地动态测试 冰面测试等7个项目的考验 这是国内第一台挑战专业冬测试验场的房车 山海炮基于懒重最新的G3平台打造 在承载力 驾驶体验 以及后续的延伸产品上 都将是一个全新的突破 动力方面搭载长城汽车自研的3.0T V6加9AT的动力总成 最大进攻率260千瓦 最大进扭矩500牛米 这套动力组合在皮卡房车的行列中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正如经常使用的slogan一样 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这款山海炮房车预计将在2月份正式下线 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房车快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